全民健身 亚洲榜样 2020男生女生向前冲 今天依然是我们2020男生女生向前冲的 第二赛程对战接力的比拼 64支队伍512位冲冠勇士 将要在亚洲一号赛道上 来争夺地表最强战队的荣耀称号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短片 来了解一下对战接力的比赛规则 每场比拼共有四支战队 上半场比拼女生赛道往返接力 下半场比拼男生赛道往返接力 综合两轮成绩最后的战队 就是本场的最强战队 每个战队由32名选手抽签决定所属战队 每支战队四男四女 分为一到二关三到四关 第五关和六到八关四个接力位置 每支战队队员的接力位置 都有队战安排 来回往返成功 结尾完成比赛 用时最少的战队为胜利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高台主持人 李子涵 大家好 我是子涵 我所在的高台 就是本次对战接力的转折点 在这里登上高台的交接队员 要完成对战交接 下一个接力队员将以高台为转折点 返回男女生赛道起点 回到白羽身边 好的 谢谢子涵 对战接力全新升级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大家熟悉和喜爱的四位冲冠王 作为我们的对战教练 接下来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和他们的战队 有请张浩 是的 现在站在我身后的 就是由四支各派教练员所率领的四支战队 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 首先是由侯世成率领的绿队 我们队员全体起立 我们的口号是 红热万民坐上起立 接下来是由叶明俊所率领的白队 让我们认识一下他们 白色队员全体起立 我们的口号是 蓝色战队被拥有我们 下面是由维超所率领的红队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维超 今天我带领的是红色战队 红色战队兄弟们准备好了吗 全体起立 我们的口号是 红队是我 超越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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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由我们的江维大哥 所率领的蓝色战队 蓝色战队 全体起立 我们的口号是 蓝队 蓝队 战狐不战 好 对战阶力即刻开启 全民健身 亚洲榜样 各位好 这里是安徽广电新中心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 2020男生女生向前冲 今天我们的对战阶力 依然分为女生赛道和男生赛道 两条赛道的往返接力比拼 要提醒各队的教练 还有我们的队员的是 我们在每一支队伍当中 全场仅有一次复活的机会 同时一定要注意 我们接力绣标的传递 在接力的过程当中 绣标落地 或者是出现了违规的接力动作 那么本支队伍在这一条赛道的成绩 就将作废 那么四支队伍的出场顺序 是在赛前依照抽签决定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 今天第一支进行对战 接力比拼的队伍 好的 今天率先出发的是 由维超率领的红队 红队的队员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出发了 好 欢迎各位 好 那么这支红色战队是由今年 男生女生向前冲合肥战 男生赛道的冠军 维超所率领的 维超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你对这支队伍 好的 今天看到我们红队之后 我其实是很有信心 虽然抽到了一号签 我觉得就是对我们一个预设 女生赛道 我们首先要拿到 女生赛道的冠军 因为在我们红色战队里边 有很多我认识的冲冠王 像马南 陈允炎 都是很有实力的 而且以我的经验 我给他们做了很好的排兵布阵 对这条女生赛道拿冠军 势在必得 好的 队员实力不错 再加上有维超的这样一个排兵布阵 所以红色战队的成绩 值得我们期待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红色战队的各官守将 各就各位 接下来我们问一问 红色战队的各位队员们 一二关的守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守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一五关的守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六七八关的守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 在出发之前 我们要给首发队员送上我们的椰子汁 自然好力与志爱分享 特种名声扎椰子汁为你冲关注力 红色战队对战接力 请听口令 三三二一 加油 红色战队首发登场的是毕佳佳 毕佳佳是今年涌现出的一位新人王 一局也是进入到了我们今年合肥战的半决赛当中 好 加油 好 接下来给到的是男生 男生第二棒是剑学斌 男生在去城第三关落水 这是比较罕见的啊 时间定格24秒02 好 这个时候 红色战队的三四关 仅剩下了一位守将 陈宇妍 你准备好了吗 好的 红色战队对战接力 比拼 继续 宇妍把握好这个时机 红色的是针 好 陈宇妍加油 盛好茶 谢玉大 闯过一至五关 您将获得由中华老字号百年灰茶品牌 谢玉大提供的金冠系列奇门红茶茶礼一份 拼搏的路上一杯好茶 值得细细品味 这一员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啊 接下来交给到的是顾凡凡 这个名字我们听不懂很熟悉啊 但凡的表现还是可以的 拼帮加油 好的 表现不错啊 顾凡凡凡 这一棒没耽误时间 接下来给到六七八关的马南 押忍一上天猫 搜索伊仏吉静店 买技能锁 预付定金 想折上折 好的 最后的上波冲刺 这一关男生非常的有优势 快 来 加油 抓紧了 时间定格 1分49秒68 恭喜红队 怎么样 总结一下你们半程的表现 整体还不错 还可以 我们继续努力 好的 是的 确实需要继续努力 这个成绩在半程来说不算太快 但是我相信你们队的实力 还是有机会把时间再抢过来一些的 接下来 红色战队 我们有请半程的接力队员登场 好 接下来我们问一下 六七八关的守将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对战接力 红色战队 比赛继续 好 走了 接上 往返的八七六十交给了女生带进 女生赛道的八七六关相对比较简单啊 其实安排女生的话也不会浪费太多的时间 加油 戴静 希望你后面把我们时间给稍微拉回来一点 是的 戴静表现得不错 好 继续努力通过 走了 做好传递 秀标给到下一棒 王彩霞 时间来到了两分十七 这个时间到达第五关真的不算快 哎 问一下 很好啊 第五关的这两位女生虽然我不太熟悉 但是两位表现得都很出色 继续接力给到陈玉言 也是三四关目前唯一的首将了 陈玉言也是我们一位体育老师 也是我的好朋友 所以第四关大跑我一点都不担心 好的 陈玉言第三关接得也很好啊 黄赞 走 来 给到的是最后一棒 黄一鸣返程落 来 给到的是最后一棒 黄一鸣返程落 对呀 现在红色战队的一位体育老师 一二关还剩下一位首将毕佳佳 你准备好了吗 好的毕佳佳 接下来返程两关 看你的了 红色战队对战接力 现在继续 走 走了毕佳佳 加油 一口气冲过来快点 来毕佳佳 做好返程 好 拍几桌 拍一下 好生 来看一下红色战队的成绩 三分十五秒一八 我们要恭喜红色战队 完成女生赛道的接力比拼 女生赛道 让我们有请红色战队的所有队员 有请 欢迎红色战队的队员们回归 来 作为红色战队的教练 维超 来点评一下刚刚自己队员的表现吧 首先整体的话我不是特别满意 因为如果按照我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优势是在男生 但是今天两位男生落水了 是我没有想到的 但是我们女生很给力 然后把后面的时间给拉回来了 我们红队还是很不错的 好 让我们再次祝贺红色战队 完成接力 请归队 好 第二只要进行女生赛道 接力比拼的是哪支战队呢 张浩 下一只要向维超的红色战队 发起挑战的 就是站在我身边的 江维大哥带领的蓝色战队 你们准备好了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出发 欢迎蓝色战队的各位 谢谢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中合肥战的一大看点 就是男生赛道姜维和维超的争斗 没错 但这个姜维在决赛当中呢 意外地落水了 维超就顺利夺冠了 今天呢 两位用不一样的方式 再次在亚洲一号赛道上进行较量 所以对这样不一样的战斗形式 江维你怎么看 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战队接力的比赛 但是我在海南321冲冠胜典中 已经比拼过了 我也是队长 我也取得了力量大旗之光 今天我决定带领我们蓝队 战无不胜 再创辉煌 好的 简单的介绍一下你们这支队伍吧 我们的队伍里面 当年明星队员就是2018年全国总冠军陈维绢 还有进入半决赛的肃挺地 进入晋级赛的马兰 男生赛道里面还有进入晋级赛的刘俊 其他的队员也都是很优秀的 好的 刚才红色战队的这个成绩是3分15秒18 这成绩说实话并不是特别的好啊 蓝色战队是完全有超越空间的 接下来有请蓝色战队的各官守将各就各位 下面我问问蓝色战队的各位队员们 12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3 4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5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6 7 8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出发之前依然送上我们的椰子汁 自然耗力与志爱分享 特冬名声扎 有的准备与重关注力 对战接力 请听 口令 3 2 1 go 加油 跑起来 第一棒是张灵灵 灵灵的身形非常的轻巧 所以过第二关可以加快步伐 冲起来 确实经验有限啊 所以在第二关比较害怕 没有冲得起来 步子也没有迈起来 现在蓝色战队 第二关还剩下树婷婷啊 树婷婷啊 树婷婷对这条赛道呢 应该说是相对有经验一些 期待她的表现 蓝色战队对战接力 现在继续 加油 树婷婷 冲起来 冲起来 第二关标题上 第二关 陈维军在帮你顶着呢 走了 拉一把 来 注意传递秀标 接下来给谁 准备 走了 走 好的 来 红色接上 黄色 走 黄色 黄色 来 这一棒是李伟啊 加油 好的 男生在这一关还是有优势的 接下来给到的是 王客 盛好茶 谢玉大 闯过一至五关 您将获得由中华老字号 百年灰茶品牌 谢玉大提供的 金冠系列奇门红茶茶礼一份 拼搏的路上 一杯好茶 值得细细品味 接下来依然给到的是男生刘俊 祝福带起来 刘俊 舒适一圣天猫 搜索耶鲁吉店店 买技能锁 御富定青 想折上折 冲起来 现在冲起来 好 第八关 没什么好想的了 冲刺 最后一关了 快速度 加油 好 合赏1分56秒84 比红队的同期是慢了7秒钟啊 好 同样 蓝队的时间啊 比红队稍微慢了几秒钟 总结一下失误在哪里 有可能开头没开好吗 不过兄弟们没事 反程加油 好 我们反程接力继续 我们有请反程的队员登上舞台 有请 好 六七八关的守将们准备好了吗 好 蓝色战队从关接力 比赛继续 好了 继续走了 要抢回来7秒钟 对于蓝队来说多少有点困难 因为除了这一棒孙飞之外 后面三棒他们都安排的是女生了 是的 我们必须在反程的时候 再把时间再抢一抢 冲起来 好 现在速度不错 赶紧 给到马蓝女生 马蓝也是我们这条赛道的一个新人王 不错 这个表现甚至要比高材的男生还要快 接下来给到陈维军 绝对实力的冲冠网 陈维军也是采用了男生的这种过关方式 直接迈过来了 来到第三关 陈维军 介绍陈维军 差一点 黄色 别转晕了 好的 来 黄色 抵住 来 走 陈维军非常有经验 帮他顶住了拼盘 舒婷定要顶住了 快 来 快 陈维军来 快 顶住 舒婷定 加油 接住 看一下时间 三分 三分 14秒50 蓝队把时间抢回来了 目前未居第一位 恭喜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蓝色战队的 所有队员有请 欢迎你们 险胜红队啊 目前的第一 因为还有两支队伍没出来呢 我是觉得蓝色这支战队 跟红色战队也差不多 还是女生表现相对优秀一点 因为你们去城输了红队7秒 反城由一男三女组成的反城队伍 反魂还赢了人家0.2秒 所以女将表现得不错 当然 陈维军大姐在这儿呢 好 再次恭喜蓝队所有队员 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下一支出场的队伍 第三支将要出征的 是由叶明俊所率领的白色战队 白色战队的队员们 你们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重发 欢迎各位 好 叶明俊来给各位介绍一下你的这支队伍 首先我很荣幸身为白队的队长 我们白队的实力绝对强于前面两个队伍 为什么这么说 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我们有总决赛的选手 划伟 我们这队伍还有两支冠军 当然不是我们蓝神女士向前中的冠军 一位是轮滑冠军 一位是全国400米冠军 所以这支队伍也是藏龙模糊 还有一个女士很符合我们的颜色 白衣天使 这一捐我们也比较熟悉了 所以今天白队闭上 好的 刚刚蓝队战胜了红队 接下来球场的白队能否战胜蓝队呢 有请各关守将各就各位 接下来我要问问白色战队的各关守将们 一二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五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六七八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在出发之前依然送上我们的特种兵 自然好礼与剧爱分享特种兵声扎椰子质为你重关注力 好的 白色战队对战接力请听口令 三二一 加油 第一棒是陈奕娟 加油 多年来也是一直坚持参加我们的比赛 第二关别出现失误 好的 没问题了 男生做一个接应 接力这个时机还不错 陈奕春 加油 他也是个半决赛选手啊 加油 来走黄色直接过去了 走 白队的第三关表现的是最好的 接下来第四关 男生就是用来抢时间的 下好茶 谢玉大 闯过一至五关 您将获得由中海老字号百年灰茶品牌 谢玉大提供的金冠系列奇门红茶茶礼一份 拼搏的路上一杯好茶值得细细品味 还不错 顶住了 对 衔接的不错 这位是四百米冠军啊 他的冲刺我一点都不用担心 书神医上天猫搜索耶鲁极键店 买技能锁 预付定心 想折上折 这个速度确实正很快啊 反而要很灵敏 别出现失误 划了两下了 最后一关了 加点速快 一分十五 哇 这个成绩 把红队 蓝队要甩在身后了 是的 快 一分二十五秒四四 今天最快的女生赛道单程成绩 是的 首先先恭喜白队 获得到今天目前为止最好的半程速度 其实白队我刚刚看到 在向前冲的这个舞台上 可能你们队熟悉的面孔并不是特别多 但是刚刚你们的队长也介绍了 你们队有很多的冠军 出发之前队长怎么给你们增加信心的 我们一定会赢 我们是冠军 直接就说我们是冠军 我觉得白队目前表现确实很不错 我们也希望接下来 反程你们会用更好的状态来应对 我们也期待白队有更好的表现 有请白队反程接力的队员登场 有请 好 接下来我们也来问一下 六七八关的手将 准备好了没 准备好了 第五关的手将 准备好了没有 三四关的手将 准备好了没有 第二关的手将 准备好了吗 白色战队冲关接力 比赛继续 好 加油 反程的这一位女生是王莉莉 脚步有点迟缓了 是的速度得快一些 刚刚来的时候 速度这么快 反程千万不能脱后腿 好 来第六关 抢一下 做好借力 给到的是刘湘云 刘湘云也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一位女生了 她胆子也很大 好的 稳一下 等一下时间 白队现在 有冲击的时间可以给你们去跑 最好接力 第一棒是 白色战队最强的一棒 冲安王黄美 确实很强 来 第三关 黄色 黄色 好 漂亮 这个接得太漂亮了 来 接下来给到一二棒 稳住 没问题的 好 许忠畅 加油 恭喜 白色战队 两分三十八秒四四 江峰队和蓝队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恭喜白队 恭喜 母乳是最好的 辛辱奶粉 选瑞不恩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上白色战队的所有队员有请 欢迎白色战队的队员们 这个成绩确实值得庆祝啊 白色战队 白色战队 把刚刚这个蓝色战队赢了大概有四十秒的时间 是的 这个成绩的取得 与叶明俊 还有我们所有八位队员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八位队员无一落水 这是好成绩取得的保障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白色战队的所有队员 对位 好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最后出场的这支队伍 最后要出场的是由侯士诚教练率领的绿色战队 面对白色战队创造的好成绩 你们有信心打败他们吗 出场 欢迎各位 好 那首先我们有请侯士诚为各位介绍一下他的这支队伍 我们绿队虽然 个人实力为他们其他三队优秀 但是这是团体赛 经过我 我的经验 还有他们增合他们的个人实力 我相信排兵布阵会操纵出最好的成绩 好的 虽然队员单拿出来 实力可能没有那么好啊 但是经过排兵布阵的配合 有可能会创造出佳琪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有请绿色战队的各官首将各就各位 下面我要问问绿色战队的客官首将们 一二关的首将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首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五关的首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六七八关的首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出发之前依然送上我们的椰子枝 当然好 李宇志爱分享 特种命声大椰子枝为你重关处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绿色战队的表现 对战接力 请听 口令 三二一 走 走 首先上场的是崔玲燕 表现不错 第二关 不要失误 稳住 崔玲燕 大脖子迈起来 没关系 队员帮你抵着了 好 做好传递 秀标 给到的是男生沈龙 沈龙 准备好 走了 走 不错 走黄色 走黄色 对了 走黄色指针 走 第四关 男生一定要拼一拼的啊 好的 不错 胆子很大 接下来 接下来 做好传递秀标 给到开源女生第五关 五十秒了 台色战队的去成是一分二十五啊 不错呀 这姑娘 胆子很大啊 姑娘 好样的 第五关过得特别好 非常的流畅 接下来给到王勇呢 舒适一上天猫 搜索耶鲁旗舰店 买机能锁 预付定金 向折上折 这支队伍当中应该说 几乎没有冲关王的存在啊 但是现在表现得非常棒 最后一关了 加速 一分二十五 来 抓紧绳子 来 抓紧绳子 佳瓦尽 你们和白队的半程时间相差不多 加油 稳住 快 最后几步了 来 看一下列队程 一分三十九秒三九 还不错 好 这个单球的成绩啊 仅次于白色战队 恭喜 好 我刚刚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啊 刚刚你们在闯关的时候 队员之间特别的友爱 闯完之后 你们队员今天还要互相加油鼓劲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团队气氛 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 我们是一条心 一定要胜利 说得特别好啊 今天既然我们是对战接力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是一个团队在努力奋斗 所以绿队目前的成绩还不错 我们看看返程能不能再努力 把时间赶上来 我们有请绿队返程接力的队员来到舞台 有请 好 此时即刻我们要来问一下 绿队的各关手将准备好了吗 六七八关的手将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五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一二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好 此刻我们高台的对战接力的勇士们 也要准备好手环的接力啊 绿色战队对战接力 比赛继续 好 走了 接下来六七八抬一下 给到的是女生 邱文婷 哎呦 好 这个位置落水 一分四十六秒二六 耽误了六秒钟的时间 这直接没有任何控制啊 好 这位女队员首发出场就失利了 我们绿队 必须任务交到你身上了 必须得继续返程 绿色战队对战接力 比赛继续出发 想要战胜白色战队 你们还有五十秒的时间 这个有点太难了 但是绿色战队的各位 希望你们别放弃啊 哪怕我们为男生赛道那天的接力蓄力 也要坚持完成比赛 这颗白色战队面谈笑容 好像他们已经提前获得胜利一样 是的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 没有到最后一刻 哎呀 做好接应啊队员们 这相当于六七八关 你们没有守将了 刚刚你们在这个位置 没有完成接力 所以六七八关 哪怕你们采用了复活 也要重新去跑的 好的 那么刚刚的这样一个失误 也就意味着我们绿色战队 在六七八关的返程 损失掉了两位守将 那接下来我们要问一问 侯施成教练了 你是否要启动复活拳 如果不启动的话 那么绿色战队在女生赛道的成绩 就是没有了 当然我也客观的跟你分析一下 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来到了 两分多钟了 二十秒不到的时间 反成的八关啊 因为你们要从第八关开始 完成不了的 完成不了 所以您的建议是 放弃复活 一定是放弃复活的啊 因为哪怕用了这次复活拳 也不能拿到女生赛道的冠军了 所以我要宣布的是 绿色战队 女生赛道没有成绩 好 来我们请上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 欢迎绿色战队的队员们回归 这支队伍确实是新人较多啊 刚刚在女生赛道的这个表现 我们全当交学费了 男生赛道希望各位能够尽快的调整 来有请各位各位 今天的对战接力 女生赛道的比拼已经全部结束了 让我们恭喜白色战队 以绝对的优势 获得女生赛道的冠军 好 接下来 男生赛道对战接力即刻开启 全民健身 亚洲榜样 各位好 这里是安徽房间新中心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 2020男生女生向前冲 现在进入到了我们今天 对战接力男生赛道的比拼 刚刚在女生赛道那一边 白色战队以绝对的优势获胜 如果说她们能够再次问挺 男生赛道的话 她们都将自动地成为今天的最强战队 如果说其他三支队伍 在男生赛道这边夺冠 她们就将和白色战队进行终极对决 来决出今天的最强战队 好 男生赛道的比拼马上开始了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支应战的队伍 是哪一支 男生赛道首发登场的 将是我们的绿色战队 他们在女生赛道没有完成比赛 所以今天在男生赛道 必须背水一战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出赚 欢迎各位 这一次各位出场的这个步伐 稍显沉重啊 确实今天这个绿色战队的运气也是差了点 女生赛道的比拼没有完赛 男生赛道又抽到了第一个出场 侯志成在男生赛道这一边有没有进行重新的部署 或者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一会儿你们将要怎么跑 男生赛道我们重新部署了一下 但是 男生赛道的整体的难度要比女生赛道大得多啊 这个但是没有说下去 我就能够猜到 侯教练这心里想着 女生赛道都没完成 男生赛道再部署 可能对于我们队员来说 都会有一定的心理负担 不过我觉得第一个出场也很好啊 不用看其他队伍的表现 心里面啊 咱们就放手一搏 目前为止你们就跟自己 所以接下来希望绿色战队能够重燃斗志 期待你们的表现 来各关守将各就各位 下面我要问问绿色战队的各关守将 一二关的守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守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五关的守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六七八关的守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在出发之前 依然要送上我们的特种兵 再让好丽与之癌分享 特种兵 声炸叶子枝 为你重关助力 男生赛道绿色战队 对战接力 请听口令 三二一 Go 第一棒安排的是女生啊 崔玲燕不错 漂亮 这对于女选手来说 男生赛道的第二关 绝对是一个挑战啊 特别是第二关 要求女选手 腹子要卖得很大才行 第二关的距离很远 高度很高 所以很多的女孩子会害怕 如果能成功通过 将会对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好的 对 准备好坚硬啊 来 再来一下 好样的 接下来交给到的是开元 开元在刚刚女生赛道表现得非常好啊 这一次是走三四关 三四关是非常耗费体力的一关 对 先上到前面平台 往前去 走了 快走 走了开元 速度起来 好的 开元真不错啊 上好茶 谢玉大 闯过一至五关 您将获得由中海老字号百年灰茶品牌 谢玉大提供的金冠系列奇门红茶茶礼一份 拼夺的路上 一杯好茶 值得细细品味 别坐着了 这个排兵固阵 让我有一点点疑问啊 就是目前的去城全部都是女生 不知道队长这么安排有何用意 好 现在男生最厉害了 接下来这一方肯定要安排男生了 因为第七关女生几乎是过不去的 是的 特别考验体力 我们看一下 夏维维 还可以啊 不行 你就踩一下 对 我可以踩着走 并不是所有的城外勇士 都可以用手臂力量做一期关的 滚住 这一关手脚并用啊 确实这一关太考验我们手臂全身的力量了 感觉这位男充客过起来也是有一些些吃力 目前还不错 滚住了 对 别急 我们稳一下 这个节奏控制好啊 其实这一关啊 体重如果稍微重一些的人 会稍微有一些吃亏 感觉这位男士虽然说他应该是平均经常有运动 但是体重稍微会重一些 有一点点困难 加油 最后一个了 好的 好的 完成了 接下来到第八关 来 继续加速快 现在两分五十五 五十六 好 加速 最后几步了 来 稳住 第七关确实耗费离境的体力啊 好 来 按下手机实施 半程的用时三分十五秒 恭喜绿色战队 好 我们看到刚刚在过第七关的时候 确实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啊 过来以后感想如何 看谁 有点累 有点累 确实我们看到消耗了很大的体力 然后时间也是消耗了不少 而且我刚刚也说啊 对于你们绿队在去城的时候 前面几关都是女生的这个排名不正 我有一点点疑问 但是我也期待一下 你们返程的时候男生会比较多 我们看一下速度能不能抢回来啊 绿色战队 我们接下来返程 我们要准备好了 期待你们的表现 好 接下来问一下 各关手将准备好了没有 六七八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五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第二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绿色战队对战接力 比赛继续 好 来做好接力 做好接力 别握手了 这么客气的还 就是啊 把我给挤的 确实这经验欠缺了一点啊 赶快走了 这一棒是沈龙 稳住啊 这一关节奏千万不要乱 因为刚刚我觉得扎维维的体力 已经耗得差不多了 所以你必须得顶住了 脚踩一个手拉一个 有时候如果方便的话 可以多拉几根绳子 是的啊 一定这一关手脚并用 对 加油 撑住 这终于找到这一关的过关绝窍了 是的 撑住了 不过他也在第七关浪费了一点时间 本来去成就不快 回来得加速了 好 顶住了第七关 不管怎么样我们希望看到 绿色战队能够顺利地返回啊 好 好的 终于完成了六七八 接下来给到女生 邱文婷 我觉得今天总的来说 女生的表现真的要更出色一些啊 是的 第五关过得非常顺 好的 接下来给到男生 李敏 李敏的落水 也就意味着 他们的三四关也仅剩下一位女生了 现在绿色战队的三四关还仅剩下一位女将 开元 你准备好了吗 好的 绿色战队对战接力现在继续 开元顶住压力啊 今天开元表现得真不错 无论是在女生赛道还是在男生赛道 这小姑娘真的可以啊 但还差一关了 不错 不错 给到男生最后一趟 王永乐 希望你能顺利返程 好 目前时间应该不是特别重要 一定要安全返程完成我们的男生赛道 来 王永乐 最后一关 跑起来 跑起来 在这个位置落水 让女生怎么跑呢 接下来 绿色战队一二关也仅剩下了一名女将 崔林燕 你要返程了 准备好了吗 男生的一二关的返程 对于女生来说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绿色战队 对战接力 现在继续 一二关的返程将要为女孩子完成 这无疑加大了 玩赛的难度 但是你要记住 有很多女孩子 在这一关 成功过 所以别人可以 你也可以 好样的第二关完成了 最后的第一关 崔林燕 第一关确实对于女生来说 有点难啊 脚步夸脚 太难了 我们眼看着绿色战队就要完成 男生赛道的往返接力了 但是在返程的第一关 两位守将相继落水 按照我们的规则 我们的侯教练手中 还握有一次复活的权力 不知道这个时候 侯教练做何打算 我的两位队员在返程腰关 已经尽力了 但是接下来由我来完整比赛吧 你要亲自上 对 时间已经无所谓了 好的 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则 我们的教练是不可以参与到 队伍当中来进行往返接力的 但是刚刚侯世成已经表达了他的心愿 他希望作为教练能够帮助队伍 完成一次比赛 好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侯世成 来到第二关的晚餐去 好 接下来绿色战队的教练侯世成 要帮助自己的队员完成比赛 侯世成代表绿色战队 对战接力 比拼继续 加油侯世成 四个四个五岁 mistakes 正午七个六晚上 ối生然后 voor尔草 代表统色战队晚成比赛 来 谢谢我们表现 绿色战队和所有队员 好的 虽然 这个成绩 不算 但是我希望绿色战队的所有队员 都能把刚刚的这个成绩 和你们今天的表现铭记在心 我们要特别感谢教练侯士诚 替你们完成了今天的比赛 所以这个成绩虽然不重要 但我希望你们每个人 在今后的工作生活当中 都能够记着坚持到底 永不放弃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的教练 好不好 好的 也希望这样的一次收获 能够让各位在今后的路上 更好的成长 再次谢谢绿队的各位 参与我们的对战接力 谢谢 再见 好 送走了绿色战队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的是红色战队 有请 红色战队的各位队员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再喊一下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总的来说红色战队这支队伍的队员实力 应该算是蛮强的 所以没有拿下女生赛道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现在来到了男生赛道 不知道维超有何部署 我觉得女生赛道没有拿冠军 无所谓 所以男生赛道我们势必拿下这个冠军 因为我在六七八关是男生赛道的一个关键点 我安排了我们的两位冲冠王 我觉得一定有信心拿下这支赛道的冠军 是的 有信心 而且红色战队也必须拿下男生赛道 才有机会争夺今天的最强战队 红色战队的各关首将 多请各位 红色战队的队员们 第二关的首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首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五关的首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六七八关的首将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来出发之前 我们依然送上特种兵生诈椰子枝 自然好礼与志爱分享特种兵生诈椰子枝 为你重关助力 红色战队对战接力 请听口令 三三二一 加油 一二两关依然是给到的比佳佳 比佳佳的速度非常的快 对比佳佳刚才在女生赛道就是一二关 两关都是她跑 所以男生赛道我很相信她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赛道 是的 女生赛道的一二关可以完美完成 男生赛道同样可以漂亮 好 比佳佳佳接下来给到的是剑学斌 剑学斌来到五关 好准备 好准备 准备走 别走 这半圈白耽误不应该 走 一口气跑 脚步快 好 接下来给到顾帆帆 这两位应该就是在女生赛道跑第五关的两位对吧 对 她们两位第五关确实表现得很出色啊 对 刚才女生的两关是她们去反都是一样的 好的 表现得依然出色 顾帆帆 接来给到马南 对 马南也是我们的健身教练 上肢力量非常好 是的 所以第六七八五非常相信她 马南第七关应该问题不大啊 是 稳一点马南 不要跳 好 看一下马南第七关的表现 作为一名健身教练 第七关必须得拿出你的实力了 但是在过关技巧上还是有一定问题的啊 没错 不要慌马南 对 找到自己的节奏不要慌 第七关不是单纯的必须考验 好 再当一下 实力是绝对有的 但技巧上却是耽误了一会儿 好 当一下脚步 稳住马南 好 踩住 好 践入加镜了 找一下广发 让一下 好 最后一步一腰稳一下 一腰稳一下 稳一下 稳一下 好 冲起来 快 加速 加油 马南 加油 马南 把绳子 最后冲刺了快按下计时期 来 红色战队 范城的成绩是2分09秒78 恭喜 2分钟的成绩目前来说还不错 我们也期待红色战队可以在返城取得更好的成绩 有请红色战队返城的队员登场 有请 我们来问一问 六七八关的手叫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红色战队对战接力 比赛继续 快 返城给到的是王一鸣 对 王一鸣刚才在女生赛道有点失误 所以这一次他主动跟我讲说要跑六七八 因为他说自己的上肢力量非常强 所以我也是比较信任他 好的 第七关看能不能顶住了 我们都知道 返城的七关要比去城的第七关还要难一些 没错 因为返城第七关是上行的阶梯撞 会更耗费体力 确实手臂力量还不错 王一鸣要荡起来 要勾住 好 踩住 稳一点 比较有失误 还不错 好 要踩紧 返城用的时间 比返城的时间要转一些 比较稳一点 最后一步 加油 爬上来 爬上来 快 快 快 不错 第六关也得很走啊 还有一关呢 在啥呢 好 来 做好交接 给到女生 王彩霞 一口气 跑国际 绿文中 哎呀 出现了一个失误 没有耽误太多时间 一口气 跑牙来 快点 大胆地跑 好样的 好的 第五关的两位守将是真不错啊 来 给到下一位 带进 稳一点 好 准备 稳一点 稳一点 打倒提前辆 走了 走 走 走 哎呀 时机不太好 还不错 还不错 走 起来 走 速度够 跳起来 快点 加油 再跳一下 后面接一下 接一下 给到陈宇颜了 这应该是最稳的一棒啊 陈宇颜 反抢 陈宇颜 加油 稳住 继续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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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一口气 通过来 加油 通过来 通过来 非常地稳 恭喜 红色战队完成比赛 10分25秒71 恭喜红色战队 恭喜 好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红色战队的所有队员登场 有请 欢迎红色战队的队员们 你们的好样呢 4分25秒的这个成绩啊 应该说还是不错的 不知道维超是否满意 不是特别满意 但是对于今天这个红队 整体而言 还可以了 因为我一开始就讲 今天的决胜局的男生的关 就是六七八关 但是六七八关 我们跑得不是特别好 但是能够圆满地完赛 他们已经是最棒的了 好的 现在红色战队 已经完成了男生赛道的比拼 但是他们的命运 此刻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要看蓝队和白队的表现了 来 红色战队请归位 好 接下来 我们有请上的就是蓝队 蓝色战队的各位队员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蓝队 蓝队 我看了蓝色战队一会儿出场的这个阵容啊 只有一个地方要问一下我们的姜维教练 陈维娟要跑六七八关 因为陈维娟是瑜伽老师 他对这个绳索和这个平衡 然后他掌握得非常到位 所以你希望在第七关给我们来一段高空瑜伽是吗 对 然后男生赛道的难点就是一二关和六七八三关 但是要说明的是我们对战接力比拼到现在 没有女生完成六七八 而且是反程的八七六 我们期待着陈维娟今天能够我们带来一个奇迹啊 来 蓝色战队的各关手将各就各位 蓝色战队的队员们 一二关的手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手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五关的手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六七八关的手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冲华之前依然送上我们的椰子枝 自然好力 只爱分享侧重兵圣诈椰子枝为你从关注力 蓝色战队对战接力 请听口令 三 二 一 ゴー 第一方是王乐 这个去城安排的一二关是男生啊 所以这个速度里应再快一点 对 因为看了绿队一二关两个时间辣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的安排两个蓝队员 是的 一二关确实是一个可以抢时间的关卡 好 没问题 接下来给到的是女生舒婷婷 舒婷婷 对第四关应该相对来说比反第四关要稍微简单 是的 等一下 等一下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走 没问题 舒婷婷也算是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给到 张玲玲 张玲玲 第五关 盛好茶 谢玉大 闯过一支五关 您将获得 由中华老字号百年灰茶品牌 谢玉大提供的 金冠系列奇门红茶茶礼一份 拼搏的路上 一杯好茶 值得细细品味 好的 来 做好传递 给到我们的下一位队员 孙飞 孙飞因为体重比较轻 所以给她安排在六七关 孙飞看看你能不能吸取前面几位的经验 是的 第七关非常需要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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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脚并用 因为刚刚在其他队伍过第七关的时候 张玲就一直在跟自己队员来进行指导 队员执行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好样的 冲起来 快冲刺 这个成绩有优势 是的 目前最快 1分52 加速 加速冲刺 来 孙飞 顶住了 加把地 加把地 快 按赛继续 好 2分02秒24 比刚才的红队半程快了7秒 东西 蓝色战队啊 目前是三支队伍当中 男生带到最快的好成绩 半程最快的好成绩 接下来比赛继续 我们有请出蓝色战队的接力队员 有请陈维娟 反程的兄弟姐妹们稳住啊 好的 接下来陈维娟也将为我们验证啊 女生过六七八关的男生赛道到底是如何的表现 我们问一下蓝色战队的各关手将有没有准备好 六七八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五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第二关的手将准备好了吗 蓝色战队对战接力 比赛继续 好 给到陈维娟 直接戴上秀标走了 陈维娟走啊 开始的时候还犹豫了一下啊 看看陈维娟啊 能不能完成第七关 这对于女选手来说是个巨大的挑战啊 是的 军姐稳住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女生过第七关 还不错 调两步 完全不输给男生啊 状态非常好 陈维娟 哇 这个状态 哇 保持这个决动 太棒了 陈维娟 陈维娟真是无愧于男生女生 下年中十一年历史上的代表性人物啊 不要花 不要花 稳一点对 最后一步太稳了 陈维娟通过了 太棒了 原来这一关女生也能过啊 稳住 陈维娟 稳住 稳住 好 好的 完成戒例 马兰加油 一口气跑起来 后面的队员打起精神来啊 一口气上 漂亮 好棒啊 这一位是马兰啊 表现得很好 马兰传递给了刘俊 走 后面都是男生了 刘俊顶住了 走 好的 刘俊给到李伟 一位把刘俊带起来 就看你了 这个成绩 打败红队问题应该不大 是的 你们现在速度很快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好的 有了 三分 四十四秒七六 蓝色战队获得目前的 男生赛道冠军 红色战队出局 母乳是最好的 青乳奶粉 选瑞布恩 接下来 让我们请上蓝色战队所有的人 有请 欢迎蓝色战队的队员们回归 刘俊 你果然不识所望 顶住了压力 太棒了 漂亮漂亮 就是好样的 什么叫做老将出马一个顶两啊 陈维娟这一棒真的是关键性的一棒 因为她顶住了六七八相当于你们队伍当中就多了一个男生 这个时候姜维才能够把两位男生放到一二关 因为一二关正像姜维所说的也是需要抢时间的 特别是返程 安排了两个男生相当于上了一个双保险 刚刚这个整个队伍的表现姜维怎么看 非常满意 应该说是完美的执行了姜教练安排的部署对不对 对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恭喜蓝色战队 因为你们是目前男生赛道的第一名 请归位 好接下来要向蓝色战队这个成绩发起挑战的就是女生赛道的接力冠军 白色战队 白色战队的队员们你们如果男生赛道同样活着胜利今天冠军就是你们的 有没有谢谢 加油 同胜 白色战队 好 白色战队在女生赛道那边赢的是非常轻松 但是刚刚蓝色战队确实跑出了一个很好的男生赛道成绩 不知道这个时候叶明军队长是否有压力 蓝色战队有娟姐很强 嗯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不甘示弱 嗯 陈玉娟身为护士 在我们心目中护士应该是柔弱弱弱的 但是她主动的交球来挑战一二两关 挑战一二两关的去城 也相当于当着男生用了是吧 对 好的 白色战队如果你们回来之后的成绩 能在三分四十四秒之前 你们就将连胜对手成为今天当之无愧的最强战队 白色战队的各关守将各就各位 白色战队的队员们一二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第五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六七八关的守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 时间定格 时间定格 两秒三九 白色战队对战精力现在继续 好 准备好了 好的 陶宇春 这个身高腿长啊 没问题了 速度还不错 好 接下来 好 接下来 第二关 给到下一趟 这是我们四百米的冠军啊 来 走 这多亏是速度快啊 好 接下来给到徐晓燕 第五关 白色战队有惊无险 小心 小心 稳一点 不着急 不着急 好好好 稳一点 这个时机都选得不是很好啊 第五关还是要稳一些 好好好 好 一鼓作气 第五关出现了些许的失误 接下来是许中畅 目前的时间还是不错的 这机关看可不可以一鼓作气的通过 中间尽量减少失误 刚刚蓝队的陈维绢 为我们示范了女生也可以过地器官 接下来也是给所有的男生非常大的压力啊 如果男生的表现还不如陈维绢 那真的是 我们该怎么办 好的 来 白色战队 好的 来 加速快 现在1分50秒 蓝队的半程时间是2分02秒24 加速现在有希望超过他们快 最后几波 来 看半程的成绩 来 白色战队 半程成绩2分03秒08 输了不到一秒还不错 好 目前半程的时间是比蓝队只慢一秒钟 对这个成绩还满意吗 满意 有请白队 有请白队返程的队员登场 来 我们问一下各关守将准备好了没 六七八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第五关 第五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三四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一二关的守将准备好了吗 白色战队对战接力 比赛继续 三二关 本成的是黄尾 这一棒应该也是节约时间的一棒 是的 黄尾也是一位冲欢王了 看一下第七关的表现 哇 真的 很猛 但是稳一些 不能出现失误 对 千万别出现失误 节奏很好 节奏非常好 很好 最后一步快 来 第六关 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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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来做好传递秀标 给到女生刘湘云 小英过第五关 稍稍有些犹豫啊 哎呀 时间定格 两分五十八秒二四 太想抢了这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的白色战队 还剩下一名首将徐晓燕 你准备好了吗 白色战队对战接力 现在继续 稳住了啊 上行特别要注意 好的 徐晓燕这反应还是非常快的 伺机行动 加油啊 还有机会 下行可以稍微抢一抢 好的 给到 依然是一名女生王莉莉 三分十八秒 还是有心 哎呦 时间定格三分二十六秒 三六 第三四关 目前也仅剩下了一位手将 好在是一名男生啊 接下来问一问三四关的唯一手 叫张某冰 你准备好了吗 看你的了 对战接力 现在继续 走了 张某冰 还有奇迹吗 还有奇迹吗 还有奇迹 给到我们的曹玉春 但是第二关节约不了太多的时间啊 最后再重刺看看最终的时间会是多少 不要急 不要急 三分五十七秒一八 我们要恭喜蓝色战队获得了 男生赛道的冠军 恭喜 母乳是最好的 青乳奶粉 选瑞不恩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上白色战队有请 欢迎白色战队的队员们 白色战队在返城的时候接连两次落水 将胜利拱手让给了蓝色战队啊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将进入到白色战队和蓝色战队的终极对决了 我们不去总结刚刚的表现了 此时此刻只问一下叶明俊教练 你有没有想好一会儿你将会派上哪两位参与我们 终极对决的终极对决 我们的男生有我们决赛选手黄伟 好的 没有问题 女生呢 我们的女生有我们第五关过得最好的这位小姐姐 好 女生赛道派上的是刘湘云 两位留下 教练留下 其余六位请归队 好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姜维教练带着他所选派的两位参与终极对决的队员来到舞台 有请 姜维大哥 对中选出自己干的是哪两位 孙飞和马兰 请出赛 加油 没有派陈维娟 这个选派有点让我意外 为什么没派陈维娟呢 因为陈维娟她是2018的全国冠军 她自己说了 她说如果我就跟他们PK 即使我赢了我也有点甚至不武的感觉 然后我们的马兰的这个选手呢 也确实是一位高手 她有信心战胜白队 好的 你看这陈维娟开始带新人了 把这样的机会给到新人马兰 另一个角度说 陈维娟也有压力 她万一输了 这也挂不住我的脸上 好 我们不开玩笑了 那接下来究竟我们是进行男生赛道的终极对决 还是女生赛道呢 我们要通过抽签来决定 接下来我将通过抽签来决定 终极对决的赛道 如果我抽到数字一 我们要进行的就是男生赛道的终极对决 抽到数字二 我们就要将目光转移到女生赛道 今天要进行的是 男生赛道终极对决 好的 那么有请我们的马兰和湘云归队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看这两位之间的对决了 我们先来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各自的出场顺序 石头剪刀布 好的 我们先来问一下蓝色战队这一边你是选择先跑还是后跑 后跑吧 好 接下来我们把亚洲一号赛道交给黄伟 白色战队终极对决黄伟请听口令 3 2 1 加油黄伟 黄伟在这条赛道是曾经进过决赛的 在心理上无疑是很有优势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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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秒到达第三关 第四关 稳一下 走了 好的 到第五关24秒 速度非常快 黄伟是我们的老朋友 同时也是江淮的一位员工 第五关 幸运流水 35秒 一切合成 速度非常快 但是黄伟我提醒你还是稳一些 而且刚刚你已经通过了第七关 过了一次了 比较消耗体力 好 黄伟的节奏非常好 现在是55秒 时间非常棒 这个方法 这个节奏 跟一关来说非常好 黄伟 现在不是一个人在比拼 你代表着整个白队 加油 黄伟 好 黄伟冲刺了 冲刺了 快 白队都在为你加油 最熟悉的第八关 加油 加油 来 黄伟最终成绩 恭喜 1分28秒47 恭喜黄伟 黄伟也是发挥了自己最好的实力 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我们也是期待黄伟能够帅一个白队 再接再厉 将张怀汽车的这个遗憾啊 弥补回去 当然了 比赛还没有结束 我们也看一下 蓝色战队到底表现如何 蓝色战队 对战接力终极对决 请听口令 3 2 1 1 1 Go 加油 孙飞 他的奔跑也决定着今天的最强战队是哪支队伍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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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前两关不错 第三关也很顺利 第四关 依然要等待一下啊 这个节奏跟刚才的黄伟很像 好 前四关通过28秒 第五关 撞起来 比黄伟的同期慢了一些啊 撞起来 稍微慢了一些 但是状态也很不错 我们看一下后面能够回来一些 加油 顶住了孙飞 哎呦 鞋子又掉了 哎呦 还挑着鞋子 还挑着鞋子 45了 快 刚刚黄伟连着过了两次第七关 其实在体力的消耗上是很大的 我们看一下孙飞在第七关 能不能抢回来一些时间 顶住啊 孙飞 不错 不错这个节奏 对 保持不错 这下能不能直接过来 这下能不能直接过来 来 往上走 快 加速 第八关 还有机会 25 快 最后 白色战队已经提前欢呼胜利了 孙飞尽力了1分29秒 仅仅差了一秒钟啊 我们要恭喜白色战队 拿下今天的比赛获得最强战队的称号 恭喜 此时此刻也想问一下孙飞 我们看到在整个过程当中 孙飞一直全力以赴 虽然最后我们已经提前听到 白队庆祝的声音了 但是孙飞依然还没有停止你的步伐 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我要为团队争取荣誉 说得特别好 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是为了整个团队 孙飞代表的就是蓝色战队 虽然蓝色战队最后惜败 但是我相信蓝色战队的每一位队员 今天都发挥出了自己最好的实力 你们是最棒的 来 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最强战队 白色战队有请 同时我们也要请上我们今天的英雄人物 好 黄白有请 全队的英雄啊 顶住了压力 来 叶明俊啊 不愧是很严厉的一位教练 评价一下你们今天这支队伍的总体的表现 首先感谢节目组给我一次当队长的机会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所有队员 你们看到了 是的 其实啊 你也要感谢你的队员 让你今天战胜了姜梅和雷超 也不容易啊 好 我们要恭喜今天白色战队的八位队员 都可以获得家电大奖一份 谢谢大家